荣获威尼斯影展评审团大奖的电影《交游》 首创电影进入美术馆的先例 除了放映电影 也将交游中的废墟重现在美术馆中 电影没有曝光的片段 也会投影在美术馆各个角落 导演蔡明亮开玩笑说 办展览比他结婚还要重要 影帝李抗生拿着广告看板站在车道旁 电影《交游》的经典画面打在荧幕上 旁边被枯枝落叶层层包覆 导演蔡明亮把电影搬进美术馆 带大家用不一样的方式欣赏他的作品 电影进美术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它可以相对地去培养更多年轻的观众 去认知到电影的各种可能性 只有在电影院的话 可能这种情况很难发生 这种教育很难去执行 《交游》特展设计成一片荒林 透过落地窗与展场外的车水马龙形成对比 蔡明亮开幕当天笑着说 把交游搬进美术馆 是比结婚还要重要的人生大事 跳脱电影院的束缚 给他更大的创作空间 进美术馆 第一个我可以自由地创作 第二个观众可以自由地去发想电影的概念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下该做的事情 电影本来就是艺术 为什么艺术 别的艺术可以在美术馆 电影不在美术馆 它也可以在美术馆 展场用了十部投影机 把交游未曝光的片段投影在各个角落 蔡明亮刻意用白纸以及墙面 当作投影荧幕 赋予电影更多不同的层次 他说在美术馆中 能够还原交游的时间感 但是我们习惯观众被养成说 电影是讲故事的 就听了一个故事 可是没有时间感 我的电影常常会让人家有时间感 他会觉得闷 他受不了那个时间感 可是我把它放到美术馆的时候 你会比较自在一点 然后你就培养说 其实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来看电影 那个时间感也很重要的 导演蔡明亮带观众到美术馆看交游 开启电影的更多可能性